大家好,我是Stan IDOL从出道起就受到各种媒体环境的影响而不断变化 因此公司都要首先考虑 又通过哪种媒体进行宣传并应的人气 与几年前不同的是 现在几乎所有IDOL团体都有自己的团众 以前IDOL仅仅是一级节目的加弊 但现在有了单独为IDOL制作的节目 在IDOL产业的低位和规模扩大之前 这种团众节目是不可能存在的 还有一点与之前不同的是 IDOL们在出道的同时 就应该以实际海外活动和成绩为目标 而不是以进军海外的计划为目标 专机的收录曲不仅仅只是针对海外市场 会进一步与外国作曲家合作 舞蹈方面也是一样 事实上 一代和二代IDOL虽然没有特定的划分标准 但也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篮 原因是 一代IDOL的体质过于落后 合同不完善 收入分配不透明 培训方式也不高效且恶劣 有些IDOL们甚至在节目中透露过 在爱恶和受辱的情况下 练习了数年 这些事情在十多年后的最近才被解漏 而长时间作为练习生 练习了基本的歌唱舞蹈和演技后出道的二代 与一代IDOL们就有很大的不同 不过反过来说 正是由于一代IDOL们经历了这样的试错 才有了系统化的培训体系的建立 尤其是从同盟星里出道的2004年作为起点 代表一代的组合HOT CHECKY SES都正式解散 PINK雖然没有正式解散 但在2022年发行正规专辑后 除了在2005年发行了鼠卫单曲外 几乎没有任何活动 当然 GOD和习化仍在活动中 但在大多数一代IDOL们停止活动的情况下 一开始就瞄转海外市场的同邦星 GOD等的出现明显显示了新一代IDOL时代的来历 二代和三代的明确区别可以说是全球化 如果二代的粉丝团大部分只局限在亚洲 那么三代的粉丝团则在非亚洲地区 如欧洲南美和北美等地展开了不同层次的扩展 通过YouTube订阅和观看量 进入Pirbo的主要榜单 以及各种海外音乐的成绩 取得了与前几代不同的耀眼成就 并在拥有数千万追踪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展示了强大的影响力 而要区分三代四代IDOL的话 可以根据成员的年龄分类 除了由雪秀节目制作的团体之外 三代团体大多数成员是从1990年代中期 到200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 极少数是1988年到1991年出生的成员 而四代团则主要由2000年代初期 以后出生的成员组成 不过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男团和女团的世代不一定会同时出现 有时甚至会有几年的差距 在女团中三代IDOL们主导了7年 然后新生组合就立即出现 接待了他们的位置 因此四代女团这个词也就被频繁的使用 但由于男团市场不景气 从2023年以后出道的男团 通常被称为四代男团 这与从2019年开始就使用四代的女团 形成了对比 而在2023、2024年出道的组合 常常使用五代团的现象 很多网友们都表示不同意 目前也有很多人预测 IDOLXX时代这个概念 就像随着高密度机体电路时代的到来 电脑时代在第五代之后就失去了意义一样 IDOL时代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即使世代这个名词仍然存在 但它可能只会以标准合约的7年期为代表而存在 确实到三代为止都是出现了在姻缘或人气上超越前一代的团体 都能感受到了改朝换代 但现在四代女团确实已经崛起 而男团感觉是才刚刚开始 三代仍然非常强大 给人顶尖的感觉 所以四代像是正在崛起的感觉 说什么五代 被称为四代的女精子出道还不到两年呢 停止那种天涯式五代吧 五代的区分法是什么 积极使用剃脱和挑战Cover 不会认为划分时代是没有意义的吗 真的有必要划分时代吗 这应该是信任不想正面对抗 已经很有人气的团队才进行划分的吧 对于韩团IDOL时代的划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KPOP史上最像太阳的IDOL 最像幼稚园声画的太阳一样的IDOL 我也以为是在说 以吉广像太阳一样那样的明媚天文 在右上角竟然真的有个太阳 啊十八克克克 像幼稚园声画的 这是最准确的表达 天呐克克 一开始只是觉得笑脸像太阳一样灿烂 看到右边角落时 忍不住大声笑出来了克克 说明你在而已 那些不想和你 说明你不是人的 走开 习惯的 秤 你不想和你 这是真正的 你不想和你